这一台呢就是那个凯迪拉克的CT4 也就是我之前说过 如果你想买哈华品牌的右门轿车 这就是目前唯一重置后驱的一个选择 其实之前是有的啊 宝马坚持着做后驱的时候 F20那一代一性呢 其实可玩现在蛮高的 两箱看起来像小钢炮 2.0T配上去刷个程序 还能参加三系的一些改装的方案 整个玩起来的配套相当的成熟 很可惜宝马没能坚持下去 现在看得到新款的ECR系 都变成了横置前驱的一个车型 所以这台车成为了 右门阿华品牌里面 唯一一个后驱的选择 有些人可能在想着 这台车不应该就是凯迪拉克ATS的接班人吗 对 看起来这个体型尺寸什么的都很像 那实际上这台车呢 是瞄准着A3 A-Class跟EC区的 就是我们看得到 斯拉曼能买得到A3那个级别的车型 但这个车的起步价有点高 听起来觉得还蛮贵的 这个车23万9起步 但你要想一下 现在如果我们要买BBA里面的2.0T4缸的车型的话呢 对 你得去到跟这个价钱差不多 那水准上才能买得到 所以听起来觉得贵 但实际上2.0都卖差不多这个价格 那现在CT4只有两个配置 今天我们想要知道的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真的是A3 E-C A-Class 摆在你面前 这个CT4到底能提供给你一些什么样不同的地方 这次开起来的感觉 我觉得跟当初在山路去试CT5是真的很不一样 就CT5呢 你在试车的时候 话说去展厅看车的时候 你会觉得我那台车下盘的配置还非常高 你就看得到有MIC的电池悬架 有机械的LSD 然后Bembo还给他做了一套OE的 试活塞刹车轮胎 SPS 4S的种种因素都在告诉着你 那车应该跑完很爽 确实毫无疑问那车跑山路的时候 那下盘我真的是好满意哦 然后开起来有一个点 我觉得不太理想的就是它的手动换挡模式 其实你用运动模式去开那车 我觉得还蛮顺手的 但如果你真的想跑快 想自己更爽的话 我想要用手动 我就觉得手动换挡的服从性就一般了 但这台CT4不一样 首先它的运动模式换挡逻辑非常的清晰 而且我觉得它是蛮配合我自己的那种驾驶的风格的 就还挺跟脚的整个动力 然后它的手动模式这是一个关键 因为这台车全系都配有了方向盘换挡拨片 就那两个配置都有了 然后这个拨片其实它的手感蛮不错 有点让我找回以前ATS的那种美铝合金的换挡拨片 而关键就是它的手动模式 你切到M模式 你其实就算加速到爆转 它都不会松挡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呢 你在弯道之前 你想要做刹车 做发动机的Engine Blake的话呢 其实这个也能做得到 而且它比开CT5要更具有服从性 所以简单一点来说 你就真的去跑弯的话 所以你去赛道跑的时候呢 你想用那个Engine Blake啊 然后再用刹车去控制整台车的车身动态的话呢 这台车服从性 整个车出来的姿态要比CT5要做得更好 而且我刚刚在上来高速之前呢 我就在下面开的这台车 刚好有一段路呢 会稍微丝滑一点 我就用着这个运动模式 我一开 其实整台车滑起来的感觉 我觉得跟以前我们认识的宝马 就F4代的宝马很像 就因为我开宝马开很多 然后刚刚滑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我也不需要去碰那个刹车 就稍微控制一下我们车尾的动态 很快就稳住了 就整台车的沟通性是非常清晰的 而且不会让你觉得开这个车会有什么可怕 有惧怕的地方 不会 其实这一台车呢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更加关注它的马力表现 其实这台车的马力 大家会说账面数据很好看啊 237匹 350牛米 我旁边BBA的其他车型 2.0T同样四缸的车型呢 基本上都是做到190上下 然后我们公司那台F20的120呢 其实它刚买回来的时候只有184匹 我需要刷了一阶才能过200嘛 所以你听起来这个马力呢 数值是不小的 理应加速会更快 但是实际上呢 这台车的百公里官方给出来的加速时间呢 是6.9秒啊 就这个成绩有些人听起来会不太满意 毕竟2.0T 237匹 81T的变速箱啊 规格都在这了哈 你怎么可能会做出这样一个加速的时间呢 我觉得从根源上来找问题的话呢 影响因素最大的应该就是它变速箱的逻辑 因为这台车首先变速箱它的标定呢 是比较保守的是以稳取胜 所以你在市区里面开车就频繁变123档的那会呢 啊变速箱某些时候会出现空转 但是车是非常的平顺的 但你会听得到发动机的声音跟你油门的深度是不匹配的 动力没有直接输出 就是那种感觉 然后再说这台车后半段的动力体验 比如说我已经固定了档位 我现在在手动模式我在4档里面我一脚游下去 其实整台车的动力是非常跟脚的 动力的响应是跟我预想中237匹是匹配的 所以我觉得呢为什么它只能做到6.9秒呢 应该最大原因就是这个比较保守的变速箱标定 如果你从日常用的角度来说呢 我觉得OK啊 其实开起来顺了每一档都衔接的蛮好的 那个空转的声音可能在某一些短时间之内能体验得到 但这不影响日常使用的一个体验 不会觉得因此而掉的很适合 先说到底盘这块 CT4呢它就不会像以前我们认识的ATS那样 就可能你走烂路会觉得车是有点跳啊 太硬了一点点 我不认为它那么偏激的避震 对 然后现在CT4出来的效果就是你走烂路会觉得车还蛮舒服的 就算我今天开的这个是25,9000 最高配18寸轮毂的CT4 但走烂路我觉得舒服啊 那种行驶品质就豪华品牌照的轿车应有的质感 它是有的 走烂路我觉得要明显的比开一台A3 E系A-Class都要舒服 这是底盘等级你会觉得不太一样 而且走这种高速路段巡航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这套底盘很淡电 就它的悬挂支撑中后段还算是偏硬的 是能给到你那种收放自如的感觉 你会放心的开着这个车去跑三路去P1的 就那种感觉 所以我还挺满意现在这一组调校的 就舒服跟操控会挺坚固的 反正P1的话我感觉这个车底盘的调性很像我们以前认识F4代的一个三系的那种感觉 所以大家开起来会觉得这一个更显小一点点 别ADS都显小了 然后它的刹车脚感呢 因为你知道现在新的CT4CT5的那套电控的架构呢 都会加了那个什么E-Boost电控刹车助力系统 这个东西本来听起来是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只不过那个电传的信号变成了一个电控嘛 就我可以自由去调节嘛 但实际上呢它能通过这一个驾驶模式的选择 在这里面是可以设定的 我能调节我的刹车响应 之前呢我们在开CT5的时候 因为它有一套Blambo的OE四活塞刹车嘛 我调了之后呢 其实那个刹车的脚感舒适的状态下面已经非常灵敏了 如果去到运动的话呢就很像改装以后的一套AP 同样四活塞的刹车 所以那个脚感我是蛮喜欢的 但这一个呢因为它前面就只有单边单活塞的一套刹车 所以出来的脚感呢确实会偏硬一点点 但是那种自动的力度呢我觉得 如果以运动车的标准来说还得提升 但日常来用的话呢可能更多的是增强你日常开车的时候那种刹车的信心罢了 所以我会更加期待如果CT4会有一个更高规的版本的话呢 希望能把什么在CT5上面看得到MRC其实北美版本有啊 然后如果有Bambo的话那就非常棒了对不对 所以应该还有一个可以提升的空间 而且呢入门的规格可能会还有一个更低的版本 毕竟目前呢我们只看到两个配置差价只有2万块钱 其实在同级来说呢这一台CT4隔音的感觉就真的让我觉得都超舒服的 而且很明显事实给你证明一下现在这个车厢状态你记住 后面有个货车啦 关了窗就完全两种感觉 所以我很喜欢CT4做出来这一种隔音的效果 然后你要说听其他声音OK 你要把它选到运动模式 然后这一套BOSE音响给你带来的那种发动机声音的争议呢 那真的 对吧你听得到声音会觉得这也很像一台改装车 但事实上呢你在外面是听不到这么大的咆哮声的 外面听得到就是一个很安静很斯文的凯迪拉克CT4刚刚超过你了 其实说实话现在欧洲安静法规影响的事情还蛮多的 就很多车不得不把自己的姿态放低低调一点去做车 都变安静了包括超跑车内 最后呢我想跟你说一下这台CT4平时开起来我感觉是怎么样啊 首先这一台车的尺寸可能会让你很疑惑 或者说销售给你洗脑的时候都会拼命在说着这台CT4如何如何的大啊 跟BBA那些都不是一个成绩对从数据上来看确实是这样子的 但实际上呢其实它的这个车身长度有一大部分都摆在了这个重置的发动机舱里面 所以车内实际的空间体验上来看 这车还是跟A3 A-Class EC是同一个级别的这个你要谨记啊 我感觉啦你如果你想要买到一台真的后排空间很大 然后它的储物空间也足够多的车型呢 目前来说A-Class跟宝马的EC三箱它能给到你这种感觉 你看一下后排特别是EC那个 你真的能把一个超大油量的可乐都给丢到后排的门板上 但这台车不一样你看得到门板是没有储物格的 这个做法呢跟当年ATS进口的时候是一模一样 因为卡迪拉克觉得其实这一列车主会更加关心前排的感受 所以前排会有双层的玻璃 前排这一个中控给到你那种质感还蛮舒服的 那个档次感也上来 所以后排呢我给你两个杯架有个手枕其实就已经能满足了 所以它的想法就没有那么复杂 所以你要看清楚你自己对整台车的一个用途的定位了 然后再说后排的空间体验 其实这台车呢我感觉它会蛮像以前的那个两箱的EC 对就F20那台车是差不了太多的 那坐起来其实是刚刚建好了 我自己刚进去的时候我觉得坐垫好像有点薄 但实际上你坐进去有那种空间的体验感 除了会觉得侧方的视野有点窄以外 其他的都没怎么需要去投诉 反正坐起来最合适的状态应该是坐四个人的 然后日常用的话撇开操控了 其实平时开起来还蛮舒服的 只要你不是每一天都拨到那个运动模式 平时开还挺顺手的 泊车也算是比较方便了 那个A柱的盲区呢 比CT5要更小一点点 然后这车我觉得最能吸引你的一点 第一重置后驱 第二车真的是显大 第三它可能起步点是有点偏高 但如果以后它卖的价格跟现在A3EC差不多的话呢 我估计有不少人的想法会改变 你觉得对吗